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螺管手術 我手術完之後才懂什麼是Fistula 那我覺得你不知道 你是為什麼要開到這種情形 是非常的恐慌 所以如果別人要開這個螺管手術 就在這邊讓你叫 是什麼東西 首先要知道的是 螺管跟肛門有關係 我就弄了一個肛門 肛門裡面的鬼東西叫 肛門線 這個值就是肛門線 就在肛門壁上 先是一個健康的肛門線 再來開始有點發炎 發炎很嚴重的時候它開始化膿 發炎的原因是 壓力大便太硬 因為身體脫水免疫不好 什麼導致這三樣呢 就是喝酒 如果你喝酒皮脂醇就會上升 就是壓力荷膜 再來你會脫水 所以你大便會變硬 它會降低你的免疫系統 所以你就會有發炎的肛門線 發炎之後它化膿 化膿方向不對 到肉跟肛門之間的縫隙 就開始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到了皮膚的邊界 就變成所謂的螺管 這是你的肛門 化了一個洞 那這個洞呢 會不斷地化膿 這個農會一直流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東西就要切出來 從肛門裡面 要有一個刀進去 跟這個螺管平行 結果它要往螺管的方向 然後再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就可以把螺管切除掉 大概是講的意思 就是這個地方 這樣切除掉 切除掉之後呢 我們要做泡盆的動作 每天四次 酒吧屁股泡在裡面 要住院 要帶一個臉膛 泡屁股的 第一天住 隔天的下午 手術 然後再住 兩個晚上 orange 爸爸 寫你的名字 這是我的房間 這個 你明天是下午的刀 今天晚上十二點過後 不要吃東西 不要喝水 應該就今天會來幫你接點滴 補充水分 然後下午開刀 謝謝 那你本人比電視帥 哎呀謝謝謝謝 我們可以同我冷慢一下 吃東西喔 Benji's clothes 我天呀 好 今天晚上十二點前 isiert 今天晚上十二點前 拜拜 拜拜 那最重要是回來以後要平躺8個小時 傷口可能要好沒有那麼快 大概會維持一個半月到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傷口要好要慢慢的 所以傷口是開放式傷口 它不會幫你封起來 封起來就會進保裡 因為裡面是長的 所以它有可能就會再復發 怎麼泡水 我有買一個噴的 屁股可以坐進去就可以了 比你的洗澡水再熱一點點 那要泡大概是 5分鐘就夠了 每天的話吃數大概是4次以上 謝謝 欸有問題是在隨時問 好 謝謝 因為傷口的水量真的還好大 喔 寶貝 喔唷 喔唷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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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lright Yeah 我們出院了 恭喜 Alright 掰掰 掰掰